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2年5月21日 华丽简奴期待主场获利 周六凌晨,西甲同时展开二场击道 其中华丽简奴将坐镇主场迎战利云特 后者已经笃定降班,球队上下士气高级有限 本场比赛更是象征性的完成任务 利云特金账不宜高估 此外,M直播届时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华丽简奴近期遭遇联赛两连败 而球队最近四轮联赛仅路德二和二负的战绩 当中均敞入球数不足一个 后防线则合共十八球 可见他们近期防守不稳 本场比赛是华丽简奴的收关战 不过对于他们而言 这只是走走过场 毕竟球队目前排名中游位置 可以说是无欲无球的处境 前锋法卡奥以及沙智哥迪奥拿都是华丽简奴的主要攻击手 而球队联赛在五月份至今扭过二场主场赛事 两位前锋先后取得入球 可惜的是 华丽简奴二轮主场仅取得一和一副 未尝胜绩 如今在本赛季的最后一场间主场作战 全队上下都希望好好的弟弟 顺便回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主场球迷 因此法卡奥以及沙智哥迪奥拿等攻击手都希望用入球 为华丽简奴全取三分 阵容方面 中场奥斯卡 特利组合马田 梅基兰斯均因伤眷勤 至于另一边乡 新赛季可能很多人都难以想象 近年来拥有不俗口碑的利云特会遭遇降班 他们将与爱拉维斯直接跌落西域 其实利云特在赛季初期就陷入危机 联赛在去年8月中旬开脸 但球队直到今年的1月初才艰难取得首胜 当时他们以2比0战胜马略卡 只可吸37轮下来 总共只有7胜11和19负机32分 最终难逃降班的厄运 值得留意的是 防守糟糕是利云特降班的主要原因 要知道 球队和共失74球之多 军场高达2球 并且是整个联赛防守最差的队伍 此外 双方联赛手循环的交锋中 利云特与华利简奴战成1比1平手 但随着联赛的逐渐延伸 前者沦落至降班 而华利简奴则能够留在顶级联赛 继续征战 对此两队球员士气肯定存在差异 战役不足的利云特金仗只有败阵而回 阵容方面 后卫奥斯卡 杜亚迪 桑 西达高和前锋罗拔图 苏达渡军要停赛 另外 还有前锋佐治 敌富图斯因伤缺阵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